Hello大家好 今天呢你们应该看到就知道了 又是一期简单快乐的开箱视频 这一次收到的这些礼物 基本都是在七夕前后收到的 所以有很多很特别很好看的包装 然后我也是从里面选了好多样 要一起送给你们 那大家要看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一样一样的开始拆礼物 所以这个主题真的很适合我们 我感觉这个包子可以拿出去用 这一整套赏给Roy 跟月桂女神一样 来一瓶来一瓶 终于拥有了一个 这个太适合我们了 第一要 叮 潘多拉 这个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 非常的有情侣属性的一个品牌 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 不皮质的化妆盒 或者是首饰盒的样子 上面有颗爱心 里面应该就是放它那个串饰的 但是你就可以放自己的一些小首饰啊什么的 这里有一个镜子 可以点亮的那种的 哦这里就是一对情侣手链 银色的呢下面就是一个地球 可以旋转的地球 然后旁边是两个比较简单的串饰 要简约一点 然后女生的这一条呢就整个都是粉色系和玫瑰金组合的一颗爱心 又一颗爱心 还有一个热气球 所以也是爱情加旅行主题 非常的适合我们 看一下下面还有一层 更多的首饰 这一条是一个这种比较简约的圆环 然后这一面应该是像是水钻 然后另外一面是字 这样一个简约的小项链 这条上面是有那个小飞机 旅行箱 还有小地球好像是 总之是旅行元素的一个项链 然后这里面是两个戒指 也是一个玫瑰金色 一个银色的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情侣分开戴 也可以就是一个人这样迭代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戒指 这上面是一个方方的那种感觉的 嗯 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挺推荐给直男送礼物给女朋友的 就是你可以送她一个首饰盒 然后里面先放两样首饰 然后再承诺她 接下来的每一个节日 再增加首饰把它给填满 下一样 这个是科研室 看待包装就知道一定是七夕限定系列 叫做爱的浪漫飞行 上面画了很多的喜趣 我觉得也是我们两个 就是我和Roy不就是每天在进行爱的浪漫飞行吗 一起飞到各地去旅行 所以这个主题真的很适合我们 这个就是大家看到就知道 是科研室很标志性的一款产品 是金斩花直萃爽肤水 然后这个号称是油痘克星 它里面除了有好多的金斩花花瓣以外呢 还有好几种不同的植物萃取的精华 可以调节你皮肤的油脂分泌 总之就是让肌肤更稳定的一款 很好用的产品 下一个打开是一个透明的小瓶子 是科研室的 这个据说是科研室的一个回购率 第一的经典美白产品 里面是含有透明维C 玻色阴水阳酸 然后三种成分共同作用 就是这样的肌肤可以从基底 就是去焕发光彩就比较又亮 健康的去达到美白的效果 这一瓶是科研室的高保湿清爽霜 那里面是这种就是介于水乳之间有点褶离的质感 高保湿霜的作用呢 当然就是给你的肌肤深层的补水 如果肌肤的水补充够了的话 其实是会更不容易泛油光 所以这个是一个早晚都可以使用万用的产品 下一样是我们的老朋友 Hershow 大家都知道我们俩有很多个他们家的包包了 但是他们是在不定期会推出各种新的款型 新的大小新的样子的 这两个又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可以看到它的大小是非常迷你的 它的这个系列是Nova mini系列 就是这种可可爱的小包包 然后可能适合女生就是日常出门随便背点东西 这样不会很沉 然后又比较可爱 这两个颜色我都很喜欢 这个就是有点那种脏脏粉的颜色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种姜黄色 所以说如果穿衣服搭配的话 就也是一个非常提亮的很好的一个配饰 下一样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看这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主题的帆布袋 里面又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化妆的环保袋 这就是焦韵师送来的礼物 亲爱的苏和Roy 感谢对焦韵师的支持和喜爱 这个是新品植萃清洁系列 里面就是这个一个 这个温和换活洁面慕丝 哦 甜蜜的泡沫 看 然后还有两支 是舒柔保湿泡沫截面乳 然后上一次其实我们在三亚 就是去焦韵师探过店 这个系列是他们的新品截面乳 就是包装全部都采用的环保材料 然后不同的颜色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肤质的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了解一下自己的肤质 然后了解一下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截面产品 然后选择到你喜欢的那一款 好 那谢谢焦韵师 下一样这个是GHD的智能造型夹 GHD是一个很高端的英国的造型品牌 然后他们家的美发产品是在全球的几万家高端沙龙都有的卖的 然后这一款是他们的一个2021粉红工艺限量版 是关注乳腺癌磁膳项目的版本 然后这里面的产品应该是有黄金版和薄金版两款 然后我这一款是薄金版的智能造型夹 这是一个好好看啊 这是一个就是装这个造型夹的小包包 我感觉这个包都可以拿出去用 里面的造型夹整个大部分也都是这种粉色的 并且上面有点磨砂质感的 所以看起来真的非常的高级 然后这个上面这一句是关于这个慈善工艺的一个slogan 那它跟一般的造型夹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它里面有一种很高科技的技术 叫做多区感应智能侦测技术 然后是可以实时的去控制里面的温度 让它一直持续在一个185度左右的最佳烫发的温度 这样不会损伤你的发质 而且卷完的头发会很有光泽 我觉得收到这一款礼物也是就是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很值得收藏的一款 所以谢谢GHD 下一样它的牌子叫做Pet Margaret Laps 这个Pet Margaret呢 是一个全球知名的彩妆师 我记得它应该是密斯佛陀的首席化妆师 总之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知名 所以这就是它个人的一个自创的彩妆品牌 离合理是这个样子 首先这个应该是一个定妆的粉饼 比较适合随身携带 下一个是一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呢叫做繁花盘 所以它的配色就都是类似于花朵的颜色 粉色紫色系的 最后这个呢是一款唇膏 叫做水晶黑管柔雾哑光唇膏 然后上面有一颗晶晶亮的爱心 颜色是我觉得偏正红 然后暗一点 比较适合去到一些偏正式的场合 本身这个颜色就是很显白又很醒目 但是哑光的又比较稳重一点 下一样 一大盒是Kanzo的一个护肤礼盒 这整个呢是一套它的这个浸水系列 然后呢这两个是保湿霜和清爽保湿霜 然后这里是精华露 洁面还有调理露 这个是保湿霜 刚刚我扭开的时候就有点要往里流 就是流动感非常的强 是那种很水润 就是很容易涂开的那种感觉 这一瓶是Kanzo的浸水精华 同样精华也是流动感非常好的 非常润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这一套浸水系列嘛 就都是以保湿功能为主的 这一套护肤系列的特点就是 它适用于各种年龄各种肤质 而且我觉得关键是 它的平身设计也是比较低调的 所以我打算把这一整套赏给Roy 就是看一看能不能让它的肌肤 更加的水润有光泽 下一样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产品 就是 糟糕 一个智能瓶叫做天天旋转智能瓶 它是小肚旗下的一个应该是新品 就是那个小肚小肚 然后你帮我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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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每次我们去住那个大城市里的酒店的时候 Roy都非常的心仪这个东西 可以让它帮忙关灯开灯开空调拉窗帘什么的 所以我们自己终于拥有了一个 哇 它是这样的 我知道了 它这个设计挺特别的 它后面的这个角围轴心 可以这样放也可以这样放 所以它是旋转瓶 而且可以看到除了一个超大的屏幕以外 有一片超大的都是音响区 它是一个10英寸超大屏的一个智能管家系统 另外配备两支无线麦克风 就是在家就能K歌 这个太适合我们了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 像只想识相依为你 别忘记之间的原定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很棒 我觉得就跟家里有的KTV一样 以后我和Roy应该会经常用这个来唱歌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直接就给大家唱歌听 录翻唱视频的频率也会提高是吧 对对对 好那我们接着开箱 现在开这一边 这个牌子呢叫做爱德兰斯 然后这个是一个爱德兰斯赫普静爽洗发露 然后这个是一个修复的护发素 他们家也是一个就是高端的洗护发的品牌 然后在很多的高端沙龙都有使用 然后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主打的是零硅油 这样的话就不会损伤你的头发 而且会从发根去滋养它 就会减少脱发 所以非常的适合我们现在的脱发一族 另外护发素当然就是可以染的头发更有光泽 接下来具体效果怎么样 用一用再给大家反馈 下一样 看这一个一看就是一份七夕礼物 是罗亦威的独奏宣言七夕的礼盒 一看就是非常有质感 很有品味的一对情侣 看它这个木质瓶盖上都有雕刻的 罗亦威的这个图案 好我现在拿女生的这一瓶试闻一下味道 好甜 我其实之前没有用过这款香水 但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 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 因为这款就是一个味道挺有个性 很丰富的一款香水 它是结合了果香和草木香一起 刚才我一喷出来 就有很明显的那种甜甜的各种水果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时间20分钟之后 它就会慢慢散发出后续的中调和后调的 更多的植物的味道 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收到了这份很好看的情侣香水 开始要和Roy两个人开始好好喷香水了 因为之前总是会有点懒得喷 但是其实呢香水这个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去给其他人闻 而是给你自己一个生活的仪式感 下一个 这个品牌是叫做奥尔滨 其实我是在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牌子 就是有一次Roy去日本 然后给我带了他们家的一个精脆水 也叫健康水 是特别大的一瓶 然后当时就是肤质会长痘什么的不太好 用了那个我就觉得效果特别好 然后后面也回购了好几次 而且因为它的包装很大 也特别的耐用 所以对这个品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非常有好感的 里面是清新换白精透美白粉 然后这个是清新换白密集精华液 这个换白密集精华液 它上面写了一个是28天的量 所以它里面是这样的 每天用一个 而且如果是出门旅行几天的话 你就这样带几个走也很方便 哦 它是一个 就是有点像一个粉饼一样的 所以很神奇的就是 它好像不是化妆品 而是一种护肤品 我理解就是在护肤的最后 把这个粉涂到自己的各个部位 就可以让它变白 下一个是一个日本的小众墨镜品牌 叫做Kishine 这个品牌就是很多的明星都会戴 但是它的性价比又非常的高 所以有很多人说它是大牌的平T 他们家墨镜的特点就是 很大 墨镜很大就会显得你的脸很小 这个墨镜是有就是专业的 抗UV抗紫外线抗蓝光的 所以说除了装饰的作用以外 也是就是很实用 大家如果去买一些很便宜的墨镜 只看样子的话 有的时候其实戴着反而是伤眼睛的 所以这个在选择墨镜的时候 也要考虑进去 剩下就是看戴上帅不帅气了 下一样 这个很有分量的是Cloudy Bay和Fresh的一个七夕限定的联名礼盒 这个Cloudy Bay叫做云雾之湾酒庄 是在1985年建立的新西兰的非常有名的一家酒庄 这里的葡萄酒拥有清新的纯净芬芳和令人赞叹的活泼生动 这个礼盒的概念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当然是云雾之湾最有名的红葡萄酒 然后呢会配合这Fresh富雷斯的一个小小的香氛 就是异常味觉和嗅觉的联动 你一边喝着酒一边闻着这个香氛 就是微醺的感觉 就很适合七夕和你的情人一起来一杯 来一瓶 下一样是欧书丹这个云中月桂系列 因为七夕之后应该中秋节就要到了 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跟秋天相关的主题了 我看这里应该是一个月亮的意思 然后把这个礼盒拉开 看这个月亮会慢慢的变成一首小诗 首先这就是欧书丹大家都会买的产品 就是它的润手霜 然后这一款也是云中月桂香氛的润手霜 就是你知道我刚刚这个手其实喷过香水 我还担心说会不会闻不到护手霜的味道 但是护手霜的桂花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这个整个云中月桂的系列就都是桂花香为主题的 而且据说是用古法萃取的桂花香 所以如果你个人是比较喜欢桂花香味的 那这个系列都很值得入手 另外的这两瓶呢 是一个云中月桂香氛沐浴露和香氛润肤露 所以就是在你洗澡的时候和洗完的时候 就可以洗香香擦香香 整个人出来就会像一个月桂女神一样 最后一个是一双跑鞋 这个牌子叫做HOKA 然后它是一个在国外很多的外国明星都穿 然后很专业的一个跑鞋品牌 然后呢这一次是蒂尔苏 给我们送上了全新一代超清泡棉中底的全新的跑鞋 然后我和Roy非常喜欢它这次的这个颜色 是那种淡淡的蓝色 又泛着一点绿有点薄荷质感的感觉 然后我们两个一人一双就可以穿着一起去跑步 所以谢谢HOKA一直对我们的喜欢 好的那这一次的礼物呢就都开完了 不知道有没有那些你种草已久 或者今天刚刚被种草下的好东西呢 如果呢你要是对哪样东西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或者是想知道我后续使用的感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看到会一一的去回复大家 然后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今天挑出来送给你们的礼物 可能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七夕过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是希望呢就不止在七夕 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你也都能够收到生活带给你的小惊喜 好吧拜拜 拜拜 by bwd6